我首先很快速介绍一下台上的师傅所有的理会代表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社会局的徐岳美徐副局长 第二位介绍的是区工所的经见课的课长吴志杰吴课长 第三位介绍的是我们公园处的园艺工程队的部长陈俊成 新闻处朋友还没有到是吗 没有在好抱歉 谢谢那接下来是我们都市发展局都市规划课的少秀配少科长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法务局的秘书陈寅权陈秘书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财政局金融管理科的杨正林洋组长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结议局的综合规划课的黄雅诚黄克长 那民政局的代表抱歉我没有留到您的指引 怎么生 接下来是民政局的科员黄柯远 接下来是民政局的科员黄柯远 抱歉 然后黄宝局 哦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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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远不好意思 黄宝局我也没时间 您这个介绍一下 三名次王 然后 职车 好 单位 好 记者的王 王 王 王好 环宝局的记者王小姐 好 不好意思 接下来是我们文化局的文化资源科的林书华林补长 好 最后一位介绍的是我们交通局的综合规划队的李政坤李政长 好 大部分的这个单位都是主管来参加 那接下来我介绍 依照这个签道顺序 我介绍一下当地的李长 第一位介绍是中坡李曾传达曾李长 第二位介绍是大人李蔡桂青蔡李长 好 谢谢 第三位介绍是大道李的林寿昌林李长 谢谢 那接下来我用这个签道序来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议员本人 或议员助理 第一位是许时花许议员的张国武张主任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是王正德王议员这边的助理王维平王先生 第三位介绍是陈立辉陈议员本人有到新的到现场 谢谢陈议员 好 请问张茂南议员的助理有到吗 还没有 好 不好意思 如果到了我再跟各位介绍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发言的时间 现实时间是大概7点40多分 那这样子我有三个请求 就是等下发言的时候呢 我们会请我们替代替班工给您 那我有三个请求 第一个呢是每个人发言现实三分钟 让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 第一个请求也是发言限制 不好意思 第二个呢是请 这是第二次说明会 所以让大家有更多的人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希望先让第一次没有来参加 或者是第一次有参加但没有发言的人 我们先让他发言好不好 我会先争取一下 第三个事情呢是 我们的发言呢 为了比较有效的处理 所以我们大概三个意见 我们回答一次 这样好不好 好 那是不是我们就开始 是不是有我刚刚所说 第一次没有来 然后或者是有来 但没有发言的朋友 要不要先有意见表达的话 我先欢迎 那个专业里长没有第一次发言 呃好 里长 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先证一下 有没有人想要第一次发言好不好 抱歉 里长对不起 来 请问有没有第一次 就是以前没有发言到 然后这次要发言的有没有 新朋友要发言的 哪一位 抱歉 我们看到 哪一位 有吗 可以先讲 哦 好 议员好 可以让议员先讲 走走走 那里有麦克风 市政府各位官员 还有我们福德地区的里长们 都关心我们建设的里长们 还有我们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议员陈立辉 刚才我稍微晚了一点到 那也听到一点点 那其实之前我有看过 今天的这个书面的东西 因为也先送到我的办公室去 我有先看过 那为什么要先讲呢 我想待会里长都会讲 可是如果议员不讲话 我觉得实在是对不起 我们地方的所有的民众 因为刚才在他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就是在他文字资料里头 其实他并没有解决之前 也没有解除之前我们的疑虑 包括 呃 包括我们的社福用地 为什么放了那么多 公营住宅的部分 并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这个政策形成的 其实我们诸多疑虑哦 我们透过质询 或者之前我们的抗争 我们都没有得到市政府善意的回应 那么其实我想刚才我在门口碰到一位 我警察广播电台的老同事 他有告诉我说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赶快开发 因为我们等这块地 等太久了 对不对 我们真的是等太久了 我们很期待赶快赶快的开发 可是市政府为了赶骑城 避开了环平 市政府为了赶骑城 把这块地 切成三块之后 规避环平之后呢 自己在残害这块地 因为你们放进太多太多的人进来了 本来我们在住在区的部分 我们这个社福大概只有两百亿的 两百亿的建幣率 融机率哦 只有两百亿 为什么只有两百亿 我这边也要跟各位民众来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福德地区我们晓得 我们是一个老旧社区 我们的路不是很大 我们的公车也不是像 像在忠孝东路这么频繁 我们所有的设施 包括我们的公园用地等等 公共设施 我们都明显的不足 比别的地区还要不足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我们的融机率是两百亿 这个是上次我们在 我们的委员同样一批审查委员 我们提到说只能两百亿 可是呢经过两年之后 我们把博德踢掉之后了 我们世界五自己开发 居然就把它放成四百 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 所以是怎么从两百亿变四百的 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 我们老实讲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议员在议会 都找不到这些资料 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说 是谁要负责任数 从两百亿变到四百 这个相对我们会放进来 将近一千五百亿的人 将近三四千个人 会进来我们我们这个地方 影响的不是只有大人里啊各位 还有中波里大道里 松光里都会受到影响 人这么多 这些人的公共设施在哪里 这些人的绿地在哪里 这些人的道路在哪里 通通不见 所以我在想说今天 我身为一个议员 我觉得我一定要讲这个话 当然我在议会还会继续在 在支持 我觉得说在在继续质询了 我觉得说你商业开发 你工人开发 你尽快我们没有意见 可是社福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三思 错误的政策赶快回头 不然的话 老实讲 我们年底又要重新再选了 我们选的上选不上 那是其次 重点是那块楼 那块那栋大楼 如果盖下来的话 基本上各位 他一百年他都会在那里 他一百年都会在那里 如果说今天 这栋楼盖了 我们这边的容积也没有放宽 你知道那栋楼以后 他就处立在那里 可能三十层 因为他就是两栋大楼 一栋商业可能盖到三十二层 另外一栋就是 现在要把它放宽 可能要盖到三十层 就两栋大楼立在那里 可是我们民众有享受到这个东西吗 当然没有 但是人口进来非常非常的多 将来交通问题 停车问题 还有就是 一千五百户的公营住宅进来之后 你的学校问题 学区的问题你怎么处理 种种问题啊 市政府 真的不要漠视民意 这个黑箱作业 到现在你们没有办法 给我们一个交代 然后你们还在执意在执行 我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所以 我想今天很多朋友会有意见 我也不要占用太多时间 不过我还是在这边跟各位报告 因为我是大家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所以我也有一份责任跟使命感 那在议会里头 我们会继续追踪这个案子 那待会如果大家有意见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提出来 我们来讨论 不过我还是希望市政府能够 请听民意 因为这个 两百一变四百 我想文婷 主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行政经验或者是 或者是 在都更啦 或者是在都市社区 他都是很棒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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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长官 我觉得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两百一变四百 政策形成 两百一变四百 对地方的冲击 两百一到四百 你怎么跟我们交代 我希望文婷主命 能够带回去好好地 检讨一下 谢谢 好 好 那再接二个问题好吗 因为刚刚蔡里长 是不是还有新的朋友 没有的话 那我就请蔡里长 谢谢 再见